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會講回Crash Royale Season 21 這個主題我猜你們都已經在畫面都已經知道 就是有關於Crash Royale的五周年的紀念 今天剛好就是3月2號 在5年前,2016年的3月2號正正是Crash Royale的Global Release Date 我也猜不到我玩了一隻遊戲已經超過五年的時間 我回顧一下,其實這隻遊戲真的有up and down 中間有一段時間,本來我的朋友也有玩的 但是可能玩久了,覺得這隻遊戲又悶 可能之前有一陣子也沒有一些新的game mode 可能會導致他們離開,不玩 但是也很幸運之後,Crash Royale也有推出新的牌 新的game mode,可能2v2那些 我覺得算是玩夠了很多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是去繼續玩這隻遊戲 說回這個Season的新的features之前 其實這條片對於我的YouTube Channel也有很大的意義 我查看數據,其實這條片是我YouTube Channel有關於Crash Royale的第200條片 我看回,total我拍了大概320條片 平均每8條片,有5條片都是關於Crash Royale的 也是一個蠻誇張的數字 有大半都是關於Crash Royale的 那,我想主要都是因為,基本上每一個月 我想都是會有3-4個Challenge 然後每一個月的開頭我又會拍這些 就是介紹新的Season的片 所以更新的速度我都覺得是比較多的 基本上每一個星期,每隔一兩個星期都會有 然後每一條Crash Royale的片 那,對了,不說那麼多了 馬上來看看我 上一個Season,是去到6-1,6-3的 那6-1,6-3其實都是不滿意 我記得我上一個Season說 只是扣25%杯應該可以沖得更多 但是,原來不是的 我本來想著昨天是再沖一下 但是昨天晚上,我實在是太睏了 所以就沒有這麼多時間去沖一下杯 那,今次回復扣50%杯數 然後去到50-82的 今次這個Season唯一 都不是唯一,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Season唯一有的Features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卡Level Boost 但是,卡Level Boost這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每一個星期 都會有新的卡Level Boost 那,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Elyssic Ollum卡Level Boost 就是35天 那,應該我猜下一個星期 就會去推出一個新的卡Level Boost 那,我就暫時不知道是哪一張卡 但是,在Crash Royale的影片 都應該有顯示到應該是 那四張卡是一張Rare 一張Legendary 一張Epic 和一張Comen 那,大家自己去猜吧 究竟是哪一張卡 那,這個Season就叫做 Birthday Royale 那,這個Season那個 標題好像跟上一次 減回12,就是Season9 那標題應該是一樣的 那,這裡 看看PASS Royale有什麼 有一個新的Tasking 好像那些馬戲團那些 就是有藍色有紅色那些 一間間的 那,到了 Tier 20 那,就是一個Sparky 那,它中間 安裝了一個 那些 吹得響的東西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麼 總之是那些Party會用的 那,都 幾適合這個Season 那,另外呢 都會有三個的 Emos 一個就是Lumberjack 拿著一個沙拉蛋糕 另一個呢 就是有一個 應該是Battle Hula 最後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 這個 Elizabeth Gollum 嗯 有個沙拉蛋糕 掉到頭那裡 但是最後呢 會 有回 五隻蠟燭 在頭艇上面 現在可以玩的 現在可以玩的 就是 兩個Stage 那就 去拿一個新的Emos 好了,Clan War 那麼 第三 那其實 剛剛那個月 那我的Clan 其實都有一些新的改變 就是 當 每一個星期 是 可能某些 Members 不過一個 特定的Fame Points 就會被 那個 Leader 會移去 分會 那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 比較 麻煩的地方 就是 你 一個星期 打不夠 Fame Points 就真的 好像 Lose了整個Battle 那樣 就是 代表你 已經不再玩這個遊戲 但是 那個事實不是這樣 那個事實 可能是 你剛好 因為Clan War 是每一個星期 一開始 那所以如果你剛好 真的星期一 沒有空的 然後 星期二 才有時間 去打回這個Clash L 那 但是可能 星期二 你已經 就是 人家那隻船已經到終點了 你星期二 打來 都真的沒有用了 你已經落後了很多 所以 這個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 跟Clan War 1 非常之不同 Clan War 1 你真的 最後兩天 你真的 你剛好有空 就可以打 你不有空 就可以選擇不打 很彈性 你打 這個Clan War 2 真的 逼著你一定要打 你進了Clan 就一定要打 那這裡就是 Legendary Chess 呃 Miner 5000 GOLD Legend Token Giant Chess GOLD SCAND DRAGON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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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都有些特別的賣 31 還有15 奧子 就有這些 我記得過往 一些特別的日子 都會有一些 自由的賣 但 這個季節 暫時未見到 可能是 未更新 通常都會有一個Free Magical Chess, 配一些Token 但我季節就未見有 過往我季節都是用這一套去打 改了用Izucid和Lumberjack 還有一些什麼 對,有一個新的Arena 新的Arena就是這個 應該跟一年前的都一樣 有些藍紅色的氣球在旁邊 中間就是一個生日蛋糕 我估計下一個Season 會是一個連同Balance Changes的Season 所以下一個Season應該會分兩條片 一個就是Reward Collection 一條片就是Balance Changes 兩條片是要出的 沒有Balance Changes的話 似乎都是差了一點 就是我這些新的Season的Features 好像都真的差了一點 但是都不要緊 事實是真的只有這麼多東西 所以 今天這條Season 21 關於五周年的主題 就是去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 大家留意之後 我拍的這個特別 Unlock Elixir Golem的Emos的影片 記得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那就下集再見 拜拜